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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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提醒就比如說 我如果不能看電視 就是她 她叫我 你不要再看了 不得我處罰你 沒截志 對 我都會在旁邊盯著她 她會跟她講說你如果要看電視 那你多久就要休息 那如果沒有截志 我當然也會很生氣跟她講說 你不截志那我就要處罰 就是下次可能要等一個禮拜 或三天以後才可以看電視 就是如此類的 基本上她個性是比較固執一點 就是有時候我們請她做 不要做一些危險動作的時候 她還是會堅持自己的己見 就是還會去做 但是就是會好好的跟她說 就是會比較像是講道理吧 就耐下心滿滿跟她講 那我也不會完全阻止她 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還是會讓她去做 但是在我允許的安全範圍之內做 但是如果她受到挫折 或是受到受傷的時候 就是好好的保護她跟安慰她這樣子 VCR裡面的這兩個媽媽 感覺上其實還算是滿樂觀的 但是其實有一些孩子的惡習 是真的讓家長非常頭痛的 所以校長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孩子的某一些習慣 是你真的覺得 天啊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很生氣的 其實基本上孩子的問題 那把它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畢竟孩子就是來學習成長的 是 那孩子的惡習 譬如說 如果說像我們以前的孩子 他可能常常都要 常常都想外出 不喜歡待在家裡 那這個時候你就 你如果一直禁止她 反而她會更是變本加厲 所以也許你反而正向的說 你又要出去啊 那祝你今天玩得愉快 那回來再聊喔 那孩子就會覺得這個媽媽還是有吸引力 還是對媽媽有期待 她就不會一味的避著你 是 那另外像 我們以前孩子也常常不喜歡去學校 就會 每次都裝病啊什麼什麼 就說我今天不肯去 不舒服不要去 對 那我們後來就想到一個方式 可能之前那個 我看宏蘭教授他有提過 他就是說要讓孩子能夠聽話 就做他感動的事 那我們就帶孩子去 他喜歡去慈習餐 帶他去慈習餐 然後跟他說 我們來算一個算數題 那就 我們就說來 你把這個0.99乘以0.99 乘個365立方 結果他乘出來只有0.33 我們就跟他說 就像你如果不去學校 你每天退步一點點 只有0.99 退步一點點 你看一年下來會退步到幾乎變成0了 他一看他也嚇了一跳 對所以有時候變成 只能正向的來看待他 不要一味的就是 一定要他改 一定要他怎麼樣 或者是責罵啊什麼的 感覺都是 用好有智慧的方法 在引導孩子自己自省跟發覺 這樣子不行耶 沒錯 但是我相信啊 老師你這樣教學這麼久 我覺得小朋友啊 就是在個小學這個階段的時候 好像很喜歡做一些 會就是有一點點可能在那個 小小犯罪邊緣的事情耶 對 那個心態是怎麼回事喔 那個好像就是說他也是在探索 我覺得現在那個孩子是在探索 就是說 我就做了這件事之後 大人會對我怎麼樣 他在探索大人的底線在哪裡 那他也是在學習 就是說我做了這件事以後 會得到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他在試啊 對 以身試法的意思 沒錯 就是像我們之前也有學生呢 真的長得很漂亮 非常漂亮 不論是外觀喔 就是可以說登得上當演員的 好 可是呢 他呢就是很習慣的去 看人家東西有 他就習慣去給人家拿 拿了以後呢 我們都知道是他 而且都已經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他了 但是他就死咬的時候說 我沒有 不承認 對 他不承認之外 甚至於家長都替他掩蓋 家長也一起變成是共犯 是 因為家長就會說 我的小孩子 像甚至於偷錢的話 他就會說 這個錢是我 這個禮拜才剛給他的 誰說的 還是幫他cover耶 天啊 對 真的有這樣的家長 然後呢 甚至於他的 萬一說 明明拿了同學的衣服 他就說 這個是我上個禮拜 我阿姨 或是說我奶奶 給我的 對 買給我的 而且他可以講說 在哪個地方買喔 哇 哪會行罪犯呢 是 那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在提醒家長說 你最好要注意一下 因為孩子是單親又加隔代教養 是 對 那現在在整個社會上來講 這是蠻普遍的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有待有色眼光去看他 只是對於這孩子 我們是最重要的是 他的心理的缺乏愛 還有呢 他的心理的不健康的部分 我們是比較在乎的 那我們就希望說 家長能共同來把這個孩子 偏差行為 把他導正 但是有遇到這樣的家長 他都認同了說 這個明明就不是我小孩子 這樣子該怎麼辦呢 連家長都來了 對 我們到最後沒辦法 因為已經都是 也有錄影 對 確實掉出來也純正了 到最後他們自己也沒面子了 就自己轉出去 那我們就是說很可惜 明明孩子有聰明 外型又好 但是就是在那個部分 他死性真的是改不了 那我們希望說家長共同 不是只是要求學校來做一個 就是說教育而已 家長事實上 應該是要負起那個責任 是 對 家長負起責任 事實上學校來講 就是會輕鬆的很多 但是因為家長 他不願意負這個責任 他又逃避 他也擔心他孩子 將來可能是 會有一些人生污點對不對 對 但是事實上 之後這孩子出了社會 我相信他不會馬上改 可是會變成社會問題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天啊 但是校長那怎麼辦呢 如果是今天您 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他等於沒有沒有把這個 根本問題解決 他只是轉走了 對 那如果這時候要怎麼當政 所以家長真的要認為 孩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孩子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應該讓孩子 把陳述一下 你這個事情 你的動機到底是怎樣 你的意圖到底是怎樣 然後再來就是 在這個事件當中 你做了哪些事情 那以後你要怎麼來改進 就是家長不要總認為說 變成為孩子掩飾 他跟孩子就結合在一起 變成孩子的事 好像孩子發生這樣 就表示我管教不好 就像老師就覺得 我好像沒教好 然後就把他的情緒 跟這個都嘎在一起 就會產生很多負面的抗拒 防衛等等心態 所以讓孩子是一個獨立個體 你孩子要為自己 所作所為要負責 然後你要講你以後怎麼改進 老師也跟他說 以後我就特別看你這一塊 這一塊有沒有改善 那父母當然不要 一味的去寵孩子 去或者高壓也不好 寵愛也不好 這樣孩子就會 用表面的順從 來掩飾他一些錯誤的行為 然後等到在沒有發掘的 人家沒發掘的時候 他就出人意表的發生一些事情 家長常常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那個孩子很乖啊什麼 結果他沒想到說 孩子其實都在他沒有看見的時候 牌面下做了很多事 對 所以他會覺得 孩子怎麼會蒙蔽了我 其實是他自己蒙蔽了他的眼睛 他沒有仔細去看到 孩子的一些行為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外在的限制 才能培養孩子內在的控制 這個是很重要的 外在的限制 培養內在的控制 比如說你說那個孩子 有偷竊的這一個慣性 去給他看一些社會版面 因為偷竊可能入獄 然後有後面的行責的一些 社會的真實事件 用一些這樣子的例子 慢慢的在他心裡面去發酵 這樣的方法是家長可以使用的嗎 原則上當然是家長可以使用 但是還是在於家長的價值觀 因為我覺得家長的價值觀 他若是有誤差 再加上就是說 家長他就是寵溺 然後他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最重要我們是怕是家長的問題 對 因為家長他能陪孩子演這一些 那我們事實上在教育的立場 我們都有跟他講 你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學校人家同學 都已經高到警察局了 已經警察都來驗指紋什麼的 但是他無所謂 他也不怕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個重要 還是在家長 因為只有家長願意跟學校 共同的去陪 就是說教育這孩子才有希望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教育就是 希望未來的主人翁 各方面是健康的成長 但是如果說家長 他不願意配合學校 最後孩子就算是畢了業 最後還是回歸到家庭 辛苦的還是家長 那如果回歸到孩子本身身上 因為有的時候 有些孩子看到爸爸媽媽 有些事情是不對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是可以就是指證 或者是發生 說老師教我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校長有沒有這樣的孩子 可以讓他們有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品德觀念 然後讓他們反而去影響到父母 然後讓整個惡習這件事情 是可以慢慢慢慢被消滅掉 自我的發覺 自我的反省這樣子 基本上我覺得每個孩子 都是向上向善的 所以如果說家長自己本身這樣 那孩子她可能她也可以發揮她的 她的一些方式 像我們有的女孩子 她看到父母常常抽煙 酗酒什麼 爸爸不要抽煙 對…她就會用那種 對…軟硬兼絲的方式 來磨工什麼…來做 那也可以借著這樣 把學校老師宣導的 也讓家長知道 家長也會… 其實她自己一樣 同樣的她也是 有那種向上的心 她也會覺得 我不能這樣子做孩子 這樣的壞榜樣 了解 所以其實說孩子的惡習 讓家長很頭痛 有的時候也是 整個家庭環境的關係 讓孩子會… 要讓他知道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而且他是必須要被指證 然後要接受那個指證 好…謝謝… 謝謝兩位的分享 謝謝…